你看我們獲得了什麼 好多的排卵針 我插進去 我現在不聊手 今天貝拉要去做 取卵手術啦 要把小貝拉拿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手術囉 第一次動手術 影片開始之前 要幫我們訂閱按讚跟開啟小鈴鐺唷 買個啾 頻道會員全面優化 歡迎加入貝國光 現在應該很多人都開始準備動卵了吧 我覺得主要是想要在 身體狀況最好的時候 就是把丸子最佳狀態給保存下來 然後之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小孩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最近看到的卵子 對我來說很奇妙 真的我沒想過我這個年紀會來動卵 我們是特別到台中的冒森音樂 來做這個動卵 然後我們今天是來出診的 來記錄一下 涼涼的然後 很進去的感覺 還蠻奇妙的 安貝拉囉 我剛好先跟你打預防針喔 現在在做的叫做音標超音波 然後是看裡面的綠泡 跟內部的一些狀況 我們來抽鞋了 我不會污針 可是我看到血會暈 我每次抽鞋一定要看旁邊 這要拉起來嗎 穿這什麼衣服 我忘記要抽起來 妳要跟我講話喔 別緊張喔 還是會緊張啊 不會啦 妳想想曼曼的臉 啊 曼曼好可愛喔 曼曼 曼妳現在應該有香辣麻吧 曼曼脫鞋都不會叫妳叫什麼 我沒有叫啊 我有叫嗎 妳捏我還比較痛 穿穿曼曼 我好了我好了 我看妳有多厲害 妳該不會要看著吧 我說我每次抽鞋都會看著欸 對啊妳真的很變態欸 我不能看啊 而且我還不能看妳知道嗎 我看妳的鞋我也會運動 妳不要看我的 剛剛吸血鬼被抽起來 她很專心在看欸 妳怎麼好像抽比較快啊 我以為妳的鞋比較多 我只會抽比較慢 我們來看抽血報告囉 因為是針有不大的鞋 應該不會那麼好 沒有沒有 那是專業的地方 針大概是這樣 針不會那麼大 好 我們剛剛聽完我們的身體報告了 我基本上是正常沒什麼事 除了感固醇有點高一點 貝拉需要調整蠻多東西的 所以我們的療程需要延誤一下 因為我們需要先吃藥 調一些她剛剛講的蜜乳激素 然後結果貝拉也有多囊性卵巢 就是我有很多個卵子可以取 但是那個卵子的質量都是不穩定 重點是多囊性在打排卵巢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舒服 然後肚子會比較脹 對啊 妳肚已經很脹了 又要更脹了 然後我好像吃藥跟藥 看這個好像可以買辦法 這有點偏遺傳吧 不是 海韓會照顧妳 因為我自己身體是正常的 所以我打排卵巢 可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 可能脾氣不會那麼差 因為是兩個女生的話 可能需要彼此互相照顧 所以妳可能就是要把時間 分開打排卵巢會比較好 現在就是變得因為貝拉的關係 我們要調整 到時候要一起打排卵巢 所以我們就要花比較多心力 互相照顧彼此 所以我現在就是希望 我的身體健康 然後沒有什麼感覺 可以好好照顧貝拉 貝拉應該會有崩潰吧 我也希望我的身體 可以沒什麼感覺 調完之後可以正常 我真的覺得 全天下的媽媽們都很偉大 你們要看到 真的是自己要經濟這些事情的時候 才知道 有多麼辛苦 多麼麻煩 而且都會聽到一些 從來沒聽過的症狀 或是什麼的 接下來就繼續記錄我們的 動軟過程吧 等下帶妳去吃好吃的 逛逛街 難得來台中 貌生超級離大 而且現在平院還超多人 我想覺得這裡很讚 動軟的知名醫院 很讚 我們從醫院回到我們 美麗的房間啦 你看我們獲得了什麼 好多的排卵樽 我們現在就是要先把他冰起來 因為他要在25度C以下 才會比較好 大概要連續打個12天的這樣子 等月進來的第三天開始打 老婆妳好厲害妳都記得耶 我都不記得耶 妳果然是好棒的老婆 所以老婆祝我們兩年半 排卵快樂 還沒開始排 兩年半快樂 我覺得我們 剛好在兩年半的時候做了 這個也算是一個 很重大的決定耶 我之前看以前我記錄的形式 發現我本來寫 今年10月15號 就是妳生日的時候要結婚耶 結果我們現在 先排卵 已經先排卵 婚禮的事情到時候再說吧 希望有一個 美滿的排卵生活喔 今天呢是3月29號 是我們家貝貝的一個 人生中很重要的日子 好緊張喔 我們要第一次來開始 自行施打排卵針啦 啊 動賴對我們來說 是一件很重大的決定 也是一個 邁入人生中 下一個階段 很大的里程碑 但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 要自己打針 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不然一個醫生拿就躺在 沒有啦就沒事了 你要拿著一根針 自己擦自己 好我可以幫妳 我幫妳我會蠻緊張的 現在是貝拉驚奇的 第三天 開始打第一支排卵針 然後再過幾天呢 我們就要再去醫生那邊 就是 打破卵針 打完破卵針以後 就要再取卵 開始打針吧 就是要先把這支針筆給打開 針頭是拋棄式的 所以每次都要換 然後鎖 轉它 然後就可以把安全套 先轉到150對不對 欸150在哪裡 喔在這 然後就要把這個打開 啊 針 真的蠻細的 喔真的很細 看到看不懂 韓韓有點不敢打 還要幫妳打喔 可以的 打針之前一定要把手清潔乾淨 然後呢 現在啊 用這個細細的針 要消毒你的肚肚 是不是輪流打 今天打一邊 明天打一邊 你的肚肚好可愛 我就現在是大肚肚妹 自己打就打肚子 是最方便的 今天打這邊 可能明天就打這邊 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說 這些針是一定要冷藏的 我們是去台中 從台中把針給帶回來 所以我們一路上 至少都要維持在 有冷氣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回家 就要把它冷藏著 等待你的月經到來 怎麼辦老婆 是插下去以後 我要壓這個嗎 對 你插下去壓 然後你手不能放開 真的要我插嗎 對啦 要把它插到底嗎 我也好緊張喔 怎麼辦 就有點像射肺標 還是我就 啊 你要不要自己插 好我自己插好了 我是俗賴 喔等一下 好自己插 啊 我有問兔女郎 我有問兔女郎 他們都痛不痛 他們都不痛不痛 可是他們都不會痛 因為針很細 是到醫院去打破軟針 才會比較痛一點 因為那個針比較大致 但是因為貝拉是多囊性 她身體會比較容易積水什麼的 因為你的綠泡會覺得 慢慢的長大 所以肚子會比較髒 準備好了齁 我插進去 打完了嗎 打完了 不過打對嗎 她到零了 是這樣打嗎 應該是吧 我們早上有問過醫生 等一下我覺得 我打電話給醫生好了 打完第一針了 打下去的瞬間不會痛嗎 我覺得彈一下比較痛 因為她那個真的很細 你前面刺刺的地方 你碰到皮膚的時候會覺得刺 可是你插進去之後就沒感覺 我們超怕痛 所以我們說不痛是真的不痛 大家真的是 可以放心一點點 只是當下第一次 你要自己戳進去的感覺會害怕 然後要打進去 也沒有東西 就是注射進去的感覺 完全無感 對就真的太細了 然後像這個東西啊 你要再把蓋子蓋回去 然後把它轉轉轉轉轉轉下來 把它拿下來以後 就要交給醫院處理 這個是不能丟在家裡的喔 然後要自己把它收集好 我的老婆 好勇敢喔 我會勇敢吧 嗯 我們有幾個特別要跟大家說明的 每一天都要固定時間 誤差值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又要你吃過飯以後 自由業不就很容易跑來跑去啊 所以我們自己是定在 每一天的下午一點 所以你們自己也要注意好這個時間 重點是你們去醫院啊 檢查的時候啊 會去檢查每個人的身體 然後我們這次是兩個人都要一起動亂 因為我們兩個人要互相照顧對方 然後加上我們兩個的經期是錯開的 所以我們就要輪流 打針到輪流的下去台中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特別要去台中 所以這個行程其實會有點麻煩嘛 所以醫生有特別開給我們 調月經的藥 可是因為調月經的藥 我們覺得會對荷膜有影響 所以如果能不吃的話 最好就不要吃 因為醫生也會檢查你身體 適不適合做動亂等等的 然後如果你有些身體需要調整的東西 就要另外去吃藥 然後貝拉就有吃一些調整身體的東西 動亂是很辛苦的 謝謝媽媽 老婆妳好棒 在療程期間是不能醃酒的 要多多喝溫水 我們再接再厲 還有好多療程沒有做完了 明天繼續 YA YA 月經來的第四天 旁邊這個人一直想幫我打 跟昨天叫他幫我打 還有對還沒很多 今天要給我打嗎 我不要你不會 我怎麼不會就錯下去了 先把你講到120 150啦 150150 我講錯 每個人的劑量不同喔 昨天打右邊 所以今天打左邊 都多打不太愛 這個真的要消毒 像是說掐緊 然後好像插進去小哥會痛 來囉第二劑囉 OK 老婆好厲害喔 打完第二劑了 你好厲害喔 我無法感覺到 我到時候要自己打的時候 我會不會很害怕 今天也不會痛啦 它勾到肉的時候比較有感覺 但昨天沒有 但是不會很痛 不會 大家別擔心 我們這些膽小鬼都可以做到 你們也可以做到 這是第四天開始要吃的藥 我覺得很像那種就是 很廢的老公 啊哈哈哈哈 好痛喔 老婆 好痛喔 什麼時候換你啊 你自己要打啊 我月經應該快來了 那你想要我幫你打還是自己打 你幫我打 YA 誰敢看誰敢看 啊 現在已經不會怕了耶 為什麼好怕的啊 完成 還沒有開始的獅子 還沒 我的月經今天也來了 第三天開始打 看我有沒有像我老婆一樣這麼勇敢 我覺得應該很難 農者傳說 online 今天好冷喔 今天有點痛欸 不知道為什麼 啊 應該是沒差錯吧 打 我今天在我自己家 今天打了還是很痛 我前來打了還是很痛 從第四第五天都開始痛了 不知道是不是是我自己身體的問題 今天我哥幫我打 哥 你 你 有點痛 你有沒有知道 他痛的感覺 對啊 今天是我月經 第三天 輪到我了 貝拉不在 今天就我一個人在家 我要自己打 雖然已經是有點看貝拉弄 弄到我是老手了 本來是一點要打 好像已經一點半了 150 貝拉說沒感覺 應該真的就沒什麼感覺吧 打脂肪會不會比較不痛 自己打好可怕喔 貝拉可以我也可以 1 2 3 我嚇不了手 欸貝拉好厲害喔 老婆你好厲害喔 我插不進去欸 不是我就大概在隔這邊 所以我手會自己停住 我可以別人打針的時候 都很勇敢的 重點是我不敢看那個針頭 我覺得我頭暈了 插下去其實沒什麼感覺 我怕看針頭跟怕看血 我要去找我老婆 恕苦了 我好怕 這真的不會痛 可是我覺得 還是給別人打比較好 掰掰 我覺得暈症暈症很厲害 我今天決定直接不看 直接開始 哇好像有點打失敗了欸 你要先打自己還是先打我 幫你打 終於讓我來幫卡卡拿著啦 好可怕喔 昨天打錯了 結果我肚子好脆了 沒事的啦 老婆好厲害喔 我平常都在那邊 對著拿起來 然後就把自己嚇死了 老婆是我的救贈 不要動欸 我胖好厲害喔 連你打自己我都不敢看 你剛剛還給我動了一下 我的衣服嚇死我了 我是頭抖了一下 我老婆超胖 欸你這個很誇張欸 不要看喔 痛嗎 我痛 可是因為知道要打針 所以心臟會跳 我現在是自己打的 現在還在這裡喔 我覺得到了後面幾天會比較痛 那你還打得進去 但他也是要打的 不然才幫我打 好厲害喔 我第一在旁邊看 他覺得很可怕 他會很痛 今天比較刺痛一點 但其實還是沒有痛 我知道下面看你打 老婆好厲害喔 好啦 打完了 現在貝拉在做內診 我們現在是回來 台中茂盛醫院推診 然後現在在檢查濾泡 看我們這幾天 打排卵針的效果如何 適不適合 接下來打破卵針 又不舒服了 他無法回答我 這件是貝拉的濾泡 現在換我檢查濾泡了 一一的抽身去泡 剛剛內診什麼感覺 蠻不舒服的 因為我的子宮的角度比較大 所以感應器他會一直 勾勾勾勾勾勾 進去的瞬間會有點痛 左右左右有點像是 就是你的肚子 被左右左右 我們等一下醫生看診 好緊張喔 如果確定的話 我今天就要打破卵針 聽說破卵針拿出來以後 你就會覺得 台卵針根本就沒什麼 我今天都OK了 然後9號就要去卵 我絕對不敢幫你打 我跟你說 貝拉是有多囊性卵釵 我本來以為在這個療程中 貝拉肚子會很髒 你好像還行 我一點分不清楚 他還是我髒還是我胖 等一下就聽醫生的講解 那就不要問什麼下問題 打劑會還好嗎 會不會不舒服 比較怕破卵針 我跟你說 今天晚上他就遇到了 那我想問他9號 他要取卵 他取完他會很不舒服嗎 會 他會可能很不舒服 不能吃午餐之類 應該吃午餐應該是還好 沒有我怕你不舒服 我就不要訂餐廳 冬餐可以先不用訂 因為冬餐的話 我怕他出醒的時候 他會不舒服 我會吃他經鮮 喔會打麻痣嗎 會 會上麻藥 所以破卵的時候 是會上麻藥還是會打針 破卵不會上麻藥 是起卵的時候會上麻藥 我們在做手術時間 會上麻藥 會盡量把劑仔都擠出來 他算是 舒眠麻痣的一種 所以說會打針 你不要那麼怕打針好不好 因為我笑是因為我覺得 全般很舒服 現在在諮詢 我們要怎麼樣使用這些藥劑 大家平常有怎麼配合他們的精神 如果他們是上班族的話 取卵當天 一定是要請假 因為我們的取卵時間在清晨嘛 5點到7點 一定是要請假 如果你前一天有下來台中住的話 我就會比較建議你 早上6點就來了 因為取完卵之後 你要恢復的時間 恢復完之後 你可能8點下來 大概就能回家了 最早是4點半 我比較就很早來 6點來 這樣好不好 是吧 就過完療程可以早做洗 然後很早睡很早起 然後不能睡超過一個時間 那破懶針打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最後一針了 隔天就都沒有針了 你看這個破懶針就長這樣子 那它蓋子打開以後 上面有一支針 所以前面這一段是空氣 這樣假設有藥水 我就往上排氣 就直接打肚皮就可以了 剛才他們講給我看 針的時候還說 哇破懶針看起來還好吧 沒有多大根 針是不是在上面了 好像還好 這也是一定要冷藏的 這群師說這個針一定要 固定時間打 不然就全毀了 整個動籃手續其實拼起來很複雜 但其實 我覺得醫生他們都會幫你安排 幫你寫好了 因為我自己也會記不得 但就看醫生上面寫 來 隨便看好了 什麼時候打過懶針 4月11號 禮拜一下午6點 那我是今天 4月7號晚上6點就要打了 因為我9號就要去懶針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去 吃一點東西 我們等等 1點還要再打一次 我最後的拍懶針 1點 我今天有點痛欸 但是你打好快喔 你是不是壓太快啊 我要去旁邊躺了 我心跳還是突然跳很快 換我自己了 最後一季了 1點好痛 怎樣痛 他比打耳朵痛痛嗎 好像這是個針頭彎的欸 看這樣 難怪要痛 可以要來教育晚間嗎 1點像打疫苗 1點 這次比較普遍 謝謝 那後天我們就要來去懶了 喔 妳這樣笑讓我覺得很可怕 嗯 今天沒什麼感覺 老婆好厲害喔 這個地方可以欸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 這是肚臍旁邊的肉 我今天有幫老婆檢查 真真是直的 明天朋友都要去懶針 我要緊張 我也要緊張 現在是早上 凌晨5點 外面天都還是黑的 今天貝拉要去做 取懶手術啦 要把小貝拉拿出來了 貝拉要麻醉 然後再做取懶手術 手術不能化妝 所以我現在一直素顏 要化妝的話 我們這麼早期還要化妝痛苦 才不要化 不要 我們試一試 這個 什麼感覺呢 很難 嗯 很難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 裝飾手術咧 第一次動手術 老婆婆小戰士好厲害喔 我們來了 這個聲音超級有磁性的 我是黃蕭蕭 可是你看起來很好的 我很健康耶 不會痛也沒感覺 脹脹的 現在我們要來幹嘛 聽我取了幾顆卵 左邊取了8顆 右邊也取了8顆 我們現在要回到飯店了 我的小肉球 一路上像個小孕婦一樣 因為像剛剛做完手術 然後因為那隻手掉點滴 然後打了白蛋白 讓身體比較好恢復 就看起來 皮皮的 晚一點就會消掉了 手術完以後啊 就是要兩個禮拜 不能劇烈運動 不能下水 不能泡澡 不能泡溫泉 然後這個期間要多補充 水分 多補充 澡蛋白 好啦我們現在要來補眠了 我們現在要到茂山醫院了 回去台北一天半 現在要衝回來了 那現在我們都回去台北 然後瘋狂拍攝了一整天 昨天蠻累的 然後今天很早起 就是太累了 然後這樣有點失眠 所以我只睡了3個小時 加上因為要進食8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可能血糖有點低 有點反胃 然後肚子好脹喔 但是我是現在要準備要去手術前 才開始很脹 那個脹的感覺就是 你很想放屁 然後可是它是脹在你的腹部 就是脹在子宮 你就去馬桶上坐半天 然後一用力又會脹氣痛 剛剛走樓梯的時候超像孕婦 還有謝謝老婆 可以問照顧我 不會 上次也是妳照顧我啊 我上次覺得好像沒什麼照顧妳 我也覺得 開玩笑的啦 我就要麻醉了 我就想說睡個好覺 睡個好覺 睡個好覺 如果你們有在動手術前 有任何不舒服的 都一定要跟醫生講 現在在打點滴 我手上插了一根針 看起來好像什麼病人 沒有 我還是很正常的 等下看到我的時候 就是已經做完手術了 這邊有4顆 這邊有2顆 好那之後呢 如果是成熟的 軟體就會把妳冷凍起來 我們的台中型腿移民到尾聖樓 我們終於完成了 動範中的大事 隱藏了這麼久 其實希望 想進去以後再公布給你們 然後呢 現在先動完起來 代表我們未來 就是 還是非常大的機率 想要生小孩 只是現在就是礙於年輕嘛 還有很多事業啊 什麼家庭啊 都還沒有穩健 希望我們把一切都穩健好以後 就好好的讓我們的 小貝達 大卡卡 一起誕生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醫院做 最後的諮詢了 聽我們 許書的軟如何 還有很多人都猜 我們是來台中公正 自產結婚什麼的 為什麼會選台中啊 他們覺得我們要搬到台中吧 台中的很多地方都好漂亮的房子 祝福我們 拜 也祝福你們 好啦 我們去聽報告了 每部分因為數量是夠的 但是每部分 就很需要 多多多取 因為完全一樣 留情要重新保持 對 但是我可能 借借我還在上身 而且 它不是多 它是剛好 另外一種路來說 你藥丸就是 你再多取一點 因為你的軟是反應是好的 你過來你去做植軟 對 有人負責生 有人負責公文 因為我的很多 同性的病患 他們都是在這樣的模式 那我這樣比較辛苦 我也要取軟 好啦 那我們就先加油了 好 OK 謝謝